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华信投顾曲零的老师 感谢您每天準时的收看 谢谢 再谢谢 那当然我的节目就是 每天信的都有 叫台股新攻略 那我是一直希望把我的节目 我所知道的东西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很高兴投资朋友 在我底下留言 当老师的就是要接受公平 你就是可以批评我都无所谓 我不会去关留言 我记得我 我们小编跟我讲说 很多老师是不开留言的 别人是我们就不讲了 开留言的话 所以坦然就能够接受批评 有的批评啊 人家说 好凶漏气 才可以求进步 好凶漏气 另外呢 有的投资朋友会触发我 很多东西想跟大家讲 只是说我们每天必须 加减收的会员 盘事这样子 对 我很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这一辈子看了那么多 一些心得 所以刚好 昨天有同学朋友留言说 老师空投的时候怎么存股 不是空投的存股的问题 是你怎么存股才对 那存股在我的规范里面 今天有三到五招 当然那是有内容 还有今天 因为那个漏漏长 我刚半个小时讲不完 有比较法 还有我今天讲的是一个 懒人存股法 那存股不卖 就不叫存股 哪有存股不卖的 赚了股息赔了股价 那也不对 但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懒人存股法 我会找一个范例给大家看 好 礼拜一到礼拜四有财经急诊室 礼拜四鼎泰峰台股 那今天晚上就有了 六点的时候 礼拜一到礼拜五台股新攻略 每天都有 要不要说这个 这个经常 那下个礼拜要停播一起 因为我们固定礼拜二录 我们那个摄影棚都排满了 你没得录就不能录啦 这样多意思吗 礼拜二录 礼拜四傍晚六点钟播出 那下礼拜因为 去到礼拜三 所以就 就停播一次 所以你这礼拜一定要看 我希望我的粉丝们 习惯看我的节目 我节目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趣 因为没有讲掌停板 可是啊 掌停板 多少人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必看啦 这个看了不然找一个来看 就好了啦 但是我节目 事实上我很用心啦 我一直想把我 偷心偷肺给你看 来看一下 但是很感谢大家的赞跟分享 好 特别我跟大家讲 我走的是国际路线 所以大家你所知道的 什么美元 什么一大堆都很熟 我在期货 我在期货 我当过银行里面的期货交易员 所以我对金融商品啊 国际那一些啊 那个金融商品的报价都很熟 每天都必看 好 利率齐货啦 以前我们一在做交易 用那个 罗里特斯 罗里特斯是叫做发音什么 不记得了 路透社啦 路透社啦 都要砍了 所以我对这个很 不知道美元 对日元的报价在哪里 美元怎么分析 黄金怎么看待 那我们每天都花所有的时间 都在阅读啊 快乐的阅读这些资讯 然后自己想一想 把它融会贯通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讲的是台股啊 我们还是要讲 那国际股市的东西 我是蛮熟悉的 很熟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昨天的啦 实际上它也没过高点啦 那危机还没有化解 你看这个基本上 就是这个 对这一档股料来讲 它就是个头部 跌色的会反弹 即使它已经花了那么久 在做头了 这个就是个头部 你不能否认 这就是头部 当然这个 这个还没有完全头部 纳斯达克嘛 科技股 但不要忘了 去年它跌的很少 所以它刷头部还比较久 它去年跌的很深 所以它会反弹的力量 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这样讲 去年那个道琼 100块只跌到80块而已 那纳斯达克跌的四成 三成多 那肺半跌的快要五成 那五成的肺半 就会谈的比较多 这是固定的啦 因为它跌的比较重 它的市场也比较小重 就是比较小重 那当然所有的都要看什么 看标普 那我讲空 我讲保守 我讲清明变盘到底往上往下 我跟你讲那个 这样讲好了 有统计说 清明变盘之后 大部分都是涨的 这种统计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 那是多头的统计啊 你知道吗 经过十几年才会有一个大空头 那十几年才有一个大空头 那当然你统计是要 以多头角度来看的话 你那个空头那一次只是 假设十二年才一个空头 那十二分之一而已啊 所以那个多头隔绝 等一下就涨上来 清明变盘一定往上 中庆变盘一定往上 都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机率就高 那是废话 你就把那空头 那一两年拿掉而已 其他的机率当然高啊 当然啊 但是你要掌握到那个 多头涨到到 后来那一两年的空头 那那个难度才是高 因为你一个空头 你可能就 假设你南电去年 去年这样没有出在 出的话 你一套就是六成 App一套就是八成 你有几千万也没办法一直买吧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还是关键点 现在全世界大环境不好 本来是还有一点小OK 你现在硬撑在这边 你到五月份才开始暴跌 事情很大条啊 我很不喜欢看到 所以我觉得 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合理啦 那当然我不拗啦 过1150了 全世界这个点 这个点很重要啦 那废半啊 他去年跌的快 百分之48.9% 道琼才跌不到20% 跌到20% 跌到20% 跌到就上去了 当然他会谈的比较久 好啦 我已经稍微化解 好 那我今天谈一个存股 存股的概念 存股有几个重要概念 但是存股在我的资料库里面 有三到五招 那你要选择股票 第一个要选择股票 第二个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懒人存股法 跟指数没有关系 但是存股没有叫 不卖就不叫存股 因为你一直套在那边 股票一直套在那边 所以第一个存股 你要了解一档股票的股性 你才能够存股 那台数 因为时间很少 第一个 每年一料配息 配息每年都百分之五以上 赞 这是观念 那你要注意哦 他本身是做什么的 这个你也要知道 台数跟原物料有关系 所以很简单 台数这种 这个股票的惯性 就这样讲给你听 台数这种股票的惯性 第一个你要选到他 因为每年至少配百分之五 那你不用冲来冲去 但是你要有方法的做 那每年有百分之五的配息 相当不错 他有一个惯性 你注意哦 这几个高点 那只要高点滑落 你每天可以记载他 或者说你每天拿一个布置记 就记台数的股价 台数股价 当你开始记的时候呢 当然你最好是能够有 有个图形 来看他高点在这个地方 懂我是吧 好你现在注意听哦 你看股价一直记起来 他怎么跌了三成 买他 买他 跌了25%就可以开始买 买他 因为他每年会配5%的利息 最少都有 有时候配十几块 曾经 对不对 那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就买他 你看一直 你要高点啊 你就说 譬如说从这高点开始记 记些些些 那个掉了3% 25%就开始买一点 买一点 到30%就 就 就像出股100万 就要压兴趣 好 你注意听哦 结果呢 他一定会反弹三成让你卖 好记得哦 他会反弹三成让你卖 两二 反正这二数也没关系 一年大概有一次 或者两次 那他跟指数跟大环境 不会完全很大的联动 但是也有关系 不能说完全没联动 那你高档 然后回档 三成就开始买 他一定会反弹三成让你卖 你要记得哦 反弹25%就开始卖 那你这反弹的过程 涨的过程当中 如果 他刚好要除息 你就参加除息 但是如果除息之前呢 已经超过你了 差不多在那个的话你可以先卖 或者参加除息没有关系 但是反弹三成就准备要卖 好 然后呢 在下个阶段 这个刚好不小心干了 这里有没有 大家知道有没有 开始 开始呢 开始跌了 跌了就注意哦 跌了三成 把25就开始接 你不接就跌两根三根 就三成了 就接 这里有反弹二十几八让你卖 那你开始卖了二十几八 卖了之后呢 就不用管他再涨也不关你的事 注意看一直接着他哦 又开始又开始跌了 有没有 跌25% 所以买一点 跌30%再买一些 然后反弹三成再卖 如果刚好要参加除息 就参加除息 然后呢 你要记得我刚刚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原物料 他是原物料 所以呢 他跟原油有关系 所以你在涨的过程当中 不见的是三成卖 因为你要看到原油在吉拉 像这个原油不是吉拉吗 五二战的 你就三成四成就一直爆 爆了原油差不多的时候 算了 卖了 懒人存股法 那这种股票也会受大环境影响 去年股市崩 他当然也会跟着下来 那你两成卖掉 就是等 就等等 等等你就等 你等啊 就等等他再跌个三成 两成 百分之二十五开始买 再跌三成买 就爆了 等他三成你就再卖 你再涨四成 不关你的事 那你就开始注意他 他如果涨了四成 高点开始下来 就把他记起来 每天记股价就好了 记股价就好了 再跌个百分之二十三十八的时候 再买 他的惯性就是一直在那边绕 如果你要卖那过程当中 有没有 你涨了三成都会不会再往上拉 你还是跟原油有关系 原油涨你就续爆 可以多赚一点 这是里面的一兆 要了解他的股性 跟他的惯性 这个地方啊 你买买有没有 都没关系 两成三成 这也有两成 好 没关系 如果他跌下来有没有 你不用怕 再多补一点 两成三成 你这个就不会回来了 那如果那个过程当中 刚好有除息 有没有 你拆到除息 这就是纯股法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选择股票 你了解他的股性 不是不卖叫存股 你卖买在这里 那怎么存 你存也没了 你买114元到多少年 你再买560元去啊 是不是 存股归存股 没有错 这是存股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存股法 但是他有方法的 从高点记录 假设我现在是这一档做范例 但还有别招 但是你存股 不要买那个习惯小型股 那是赌行情的 那有高配息的 然后高档记下来 记下来 高点开始下来 哎呦 跌了两成股了 你只要买100万 你就去买50万 跌了三成了 就买100万 他一定会谈到三成给你卖 谈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刚好要除息 就算要除息 如果没有呢 如果是原物料 原油大涨 报一下 可以多赚一点 卖掉就不用想他 就开始记到他高点在哪里 跌了两三成了 开始买 不断的重复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 给他做个参考 那还有还有三到四个方法 因为每个选择股票的方法 不是让人家跟你讲说 我这堂股票 这十年来 北市配息多少 他一个空头大跌 你没有了解到股息 你会买到高点 然后去存股 还有大环境的 带跌的过程当中 什么存股 这个比较跟指数没什么关系的 你就按照这个模式 惯性去做他 这样懂意思吗 给大家做个参考 做个参考 个人的潜见 个人的潜见 你如果特定的 你会玩存股 知道怎么卖怎么买 这样子 再加上存股 也不用为大盘的这款漏 因为跟这一档 你选的股票 股性有关系 给大家做参考 你不能说股票 每银的配息很高 你刚好买到最高点 那个配息也没有多少意义 懂意思吧 最好他有一个惯性 惯性 做个参考 做个参考 好 有人在投准再问 不然这个 讲这个 哪个老师会讲这个 赶快来成交会 下档标股 大家都这样 我们就不需要 好 那我刚刚讲的国际股市 因为我是空在这个底下 最小嘎 个股就不进然了 那50百亿的话是在成本价 那再等这个过完 其实 清明变盘 我小时候的清明变盘 那时候就有清明变盘 是在5月 因为农历的春 国历的4月5号 是在农历的4月5号 是在国历的5月份 你应该懂这个立法的概念 概念 那我们清明变盘到5月份 5月就是 但是 就美国的一样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5月卖股走人 所以 我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波段惯性 我都跟大家讲过 好了 不用管他 那清明变盘 比如说改4月5号 就是阿扁总统 当总统是才说 我们定这个国际 国定家 是 这样的意思吧 才确定是 国历的4月5号 中秋变盘也是 他跟美国的第一季 第一季 就是作战行情 结财报有关系 以后再讲 所以 但如果 这个 结钱是涨的 这个当然是 跟库盘也有关系的 你现在悟悟到时候 到时候你这个大环境 我觉得大环境就是我说的 大环境不怎么样嘛 大环境不怎么样嘛 好 记得这个存股法 有些人真的存股习惯的话 我曾经在二十几年前 就在跟大家教学过 讲到存股 有投资没有 到现在都还是被我的会员 他说他这买什么 他也不做 空什么他也不做 我去选几党存股 要跟他讲这个方法 他说他喜欢看我节目 不要差到这一张顾问费 我觉得大家做个参考了 好 那回答呢 我们去说中国方面的 美国方面灰打 来看灰打 灰打昨天涨2.17% 还没有过新高 还没有过新高 还不会下来呢 你都要提到 灰打的本益比已经56倍了 他从2017年来 你知道这几年股市是创历史新高 他从2017年来包括这一次啊 本益比超过50倍的只有三次 那现在大环境怎么样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值不值得这个本益比 好 我们这个后话再讨论 来 那最近就是这个 这个当年啊 AI 这一次再谈到AI这个东西是第二次了 八九年前有一次 后来就大家 你马克马斯克也跟大家讲 这个AI会取代人 什么一大堆很恐怖啊 什么大堆 有没有 那这是最新的 这里有日期 2023年的3月29 我直接把它写在这边 那将对人类社会 所以有100个专家 因为你太快了 他希望你暂缓一点 让大家逐渐适应的时候 那当时候 八九年前的 在那流行AI的时候 我们在讲这话 后来因为AI讲这些 大家开始有警觉了 AI的 AI的就开始强力拉回了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间 提到这个 也是马斯克 100名哦 因为签名人士在 在那个联署上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都是大咖 那当然 因为人类对这种新东西 人工社他以下不能接受 你慢慢能够接受 但是要需要缓一点 缓一点搞不好AI就下来了 中国大陆元宇宙 已经三天前就下来了 那元宇宙现在比不过AI 那AI呢也下来了 也下来了 下来了 已经开始下来了 那中国大陆这个 红果普分 都是中国大陆切的GVT 他标的时候这样标 下来 那最近又开始标一次 然后又开始下来了 这种挑风涨停板 开始下来 这很有名的 中国大红果普分 以前是做那个博彩的 那个的 入股也还蛮熟的 然后这个 有没有 下来 那这一档也是汉王 汉王以前跟元太一样 是做电子纸的 后来他一直在转型转型 你看那时候 AI大涨的时候 你要记得几月份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他标啊 天天标 现在头部都做出来了 所以大家警截性要高 这个你看 这个我昨天这头部 马上破上去 再破一次 但是就大掉 一千块跌破 一千块跌破 那世新呢 都要补这个缺口 这个也没有涨啊 昨天看到 老师被判涨 那个比特币 比特币我们明天再讲好了 被判涨那么多 应该也没有啊 很多东西啊 如果你是法人 你不利用今天开始出货 你怎么出啊 你也是要结账啊 你再怎么演 等过了清明节再说 五天廉价呢 艾伯这个最高319 那利多啊 他还是有点记忆体的 就是说这次跟AR卡卡在一起 最高这样 就这样 一看九块也不见 九块也很吓人 三趴 三趴呢 有时不是很对劲 那威生更不对劲 头部就已经形成了 基本没有 还是没有到他标准 红达店 注意这个没有过 他一直在这边 就算盘 他也撑不了多久 好 那再来看一下 好 所以有头部说老师问一下 就问一下 黄金概念股 感谢投资们 你对我的支持 我再讲一遍 我黄金长线是看大多头的 那概念股 当然就是 就是概念股 就是这个国外的股市 也是这样啊 这个也是出方波 新高拉回又准备 这个长多 这是巴贝特概念股 中国大陆最有名 就是这一档 叫紫金矿业 他不断的在创高 所以黄金多头 我跟我央行一直在囤积黄金 也许如果说老师利 怎么加龙怎么不太动 这个金益庭怎么不太动 其实他们都是属于长多的架构 就是说黄金这个东西 已经是长多了 那我们去压他长多 那过程当然你想要 像我有时候会员长多 我就给他卖一点 但是我一定都存有 都持有他就对了 我不怕 我去赌你黄金长多 因为这要了解国际的情势上 美元的霸权已经慢慢旁落了 像国际这样乌俄战争 搞了一大堆 黄金会变成赤手可热的东西 所以你叫我怎么讲他 但是我最后再跟大家讲 我一两年前 跟我的会员叫他 所以我很喜欢把雷虎 跟加龙比在一起 一个龙一个虎 有没有 我希望这一档股票回答是黄金的 如果你要跟我问短线 他一定要怎么样 那就失去我跟你讲 黄金是长线多头的看法了 我总不会让你跌个三五成吧 不会啦 你黄金现在价值越来越可贵了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模式 来想想你的加龙或者金义鼎 这样懂意思吧 你看这个 所以去年空投市场 他就是这样子而已 听懂没有 去年空投市场他就是这样子 他先拉一波 然后去年空投市场 去空投市场他就是这样子 那还拉一波 整理他就是这样子 这个 一毛钱都赚不到啦 EPS一毛钱都不到 他就是一个概念 现在黄金赌的就是一个概念 懂意思吗 那你叫我每天跟我讲说 这里要卖KB 那就算了啦 那你就自己去玩 因为长线多头我是 急拉我就可以卖 拉盒我没关系啊 再买啊 一定会持有这个股票就对了 好 新光电工的位阶描一下 有没有 一北电的位阶描一下 南电呢 当然是卷空啊 那就是两三个 投市面 我也跟大家讲说 有些投市面做多 做多套三层也不怕 老师要不要再加码 做空的话 有时候就感觉压力比较大 因为不习惯 所以很多钱都被市场的 重要级人士赚走 人家赚多赚空啊 来 投金大买 他结账就会大卖 不要这样对不 我刚刚已经看了 伊斐电跟新光电工的位阶 都在这里下 我们已经突破了 所以投信大买 结账就会大卖 不至于意外的话 明天就大卖了 大力光啦 我们把其党的高价股 现金股看一下 这有要涨的样子吗 这个不是说今天 美股的科技股大涨吗 他怎么K半海黑线 对不对 这个 要破一千当然要谈一下 他好不容易攻一千 要破一千也没那么快啦 有没有 CDKY也是啊 有多好 你告诉我 你有感受到今天大涨你的股票 科技股大涨 没有 真的没有 你看亚洲股市都也跌成一片 没有大跌啦 就也就跌成一片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没有四天廉价 五天廉价 没有啊 日本也跌的啊 有没有 五天廉价 没有反映到美股啊 大环境就是有问题啦 文貌 有没有 基本面差但利多不断 每天就说我去库存跌 这也没关系 空啦 莲友这个头部 差一点点啊 头部行程中 天域 这个都行程中啊 都驱动爱心的 你看那个 那个奇景观点也是这样子啊 好 那今天我也花了一点时间 讲一下存股的 我我我我我希望我们 投资伴你敞开你的胸怀 你参加我的目的 我一定会好好带你做 但是我们一起来懂时间 有一天两天也许没有看你 让他看到大赚钱 我的会员都是这样子的 不然我怎么敢敢开留言 很简单的道理啊 就是我会 你参加我月酒会员都 对我都几乎不闻不问 只有假日的什么 特定假日老师 假日快乐什么这样而已 都对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模式就是这样子 我不是一个乱搞的老师 欢迎投资伴你留言 任何批评我愿意接受指教 那大家一起努力 股市就这样 大家一起努力啊 人越多 化水就会更多 对吧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 多少年的经验 不会让你觉得 有些人当然很乏味啦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的节目还不错 电话在这边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就参加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就参加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不要忘了你的赞 我们明天见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